大家好 我是乐乐爸爸 今天那个朋友给我打电话 说邮政储蓄满200减50 我本来没有这个购物计划的 但是我一听着有这个便宜站呢 我这心呢 不行了 我这必须得赶紧去 把这个过年之前的东西都给买了吧 那个毕竟是50块钱呢 减50 真金白银的 邮政储蓄这个信号卡 然后现在咱们就出发 一会儿回来跟大家聊一下吧 买金子的是真不少啊 这买金子的多喜啊 购物的还是不少啊 挺好 来个车子 今天消费一网 来个羊肉卷子 他家这个以前都是80多 现在69 这个是两两斤的 挺好 来哪个鱼呢 来个鱼吧 这叫什么鱼 啊鲸鱼 这是不是没有刺 啊 就一个大刺 就大刺是吧 我准备给孩子吃 23块8 那个你帮我捡两头 我看来个 来四条吧 稍微大一点 都是今天的吗 对 这是国内的是吧 对 对 行行行就这几个吧 这里一斤多了吧 不然我吃不了 我给孩子煎 哎呀 这个还是勤买 比较好一些 要不新鲜不说吧 压钱呢 哎 平时 都不舍得那个 买酸奶 买个便宜的吧 最大便宜 十块零九嘛 给孩子 再来一个 还有草帽饼吧 来两个手把饼 给孩子吃 平时要是没有时间 做饭的话做个汤 直接就可以吃 再来两个春卷吧 春卷也行 孩子也挺愿意吃 主要自己都会做的 再来 来个吃钟吧 孩子做点吃钟 再来个吃根 排个吃钟 排个吃钟 排一个 来个吃根 结账的人还是不少啊 啊 先排我这一会 看这些糖 我记得小时候 就吃这些糖 现在一看 特别有回宁感 看 四十五 能选很多种呢 这一斤 就大袋吧 大袋吧 结账 进五老 刚在装商场 买了那个 二百块钱 吃的 然后捡了五十块钱 其实 就是我挺感谢信用卡的 为啥这么说 就是有 我在五年前呢 有一些朋友 还有同学 有在银行呢 或什么上班的 非得让我帮忙 完成一些任务什么的 然后我就办了 帮他们办了一些 就是说银行卡嘛 就信用卡 你知道吧 总体来说 我办了将近十张信用卡 当时其实对于我来说 用途一点都不大 因为这个东西啊 他 我不愿提前透支嘛 然后现在啊 我发现有好处了 为啥我说现在有好处了呢 就打个比方吧 云闪付也好啊 这个平台那个平台也好啊 他就会指定 你用某一家银行 比如什么招商啊 农业啊 兴业啊 或者是广发啊 今天就是这个邮政储蓄 他自己银行 然后满二百 减五十块钱这个活动 然后呢 你要是有这个信用卡 手里现成的这个信用卡 也也有优惠 其实我现在一看 挺感谢这些信用卡 最起码 没挣那么多钱 但是你还想消费 你还想把生活品质提高 怎么办呢 我就感谢这些卡 这些APP 让我变相了 涨工资吧 然后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吧 有的时候办信用卡 也不是什么坏事 我不知道大家手里有多少张信用卡 反正我有十张 在这时尚当中呢 我现在已经实实在在的 就是受益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吧 在某一张信用卡 你就可以享受一部分福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吧 和我分享一下呗 我虽然不是在这个信用卡 受益最多的 但是受益一点是一点 是不是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再见